哈喽大家好,我是开白的卷王 今天这期职场话题咱们来聊一下国内外的办公软件的区别 那么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在网上问说 为啥国外很多企业还在用收发邮件这种效率低下的方式来处理工作 咱们用的微信群岂不是更好吗 那么各种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今天咱们就来总结一下 即时通讯工具办公和邮件办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同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国外的企业都是用邮件办公 而国内都是即时通讯工具 首先电子邮件的起源也是非常早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也就是咱们所知道的电报这玩意儿 再后来也出现了传真这种东西 计算机问世后最早使用电子邮件大概在1970年 刚开始是一群作家在使用 而电子邮件对于商业化办公目前 维基百科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 像我们熟悉的电子邮件平台包括像微软的Outlook 谷歌的Gmail 还有像国内的Foxmail 网易邮箱甚至QQ邮箱等等 其实电子邮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几乎人人也都会使用 但是常态化邮件办公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还是没有普及 更多的选择用微信 企业微信 丁丁甚至QQ这类社交性质的软件来办公 首先我们说一些二者的优势和劣势 在这里先插一句 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和视频的版权 没有办法为大家展示 大量现实的聊天对话框和邮件的素材 那么还请大家见谅 先说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它具有专业性 安全性 内容垂直 信息集中 易于搜索 落款还有签名和公司地址信息 同时不破坏原文件 具有可追溯性 开放性等优势 普遍用于绝大多数的商业合同和确认罕见 而电子邮件的书写其实也是一枚学问 很多时候电子邮件能有效地罗列立场 观点 理由 结论 需求 等的内容 你想要什么 你要干什么 困难是什么 写出来 一模了然 我的意见是什么 我的改进方案是什么 都非常明白 一些大公司也会培训员工专业的信件写作技能 而这个技能 我敢说 绝大部分国人也是做不好的 如果要传输一些比较大的文件 电子邮件也不会随意压缩文件 破坏照片 视频的清晰度等等 电子邮件的开放性 可以让你不管在哪个平台都能实现邮件之间的相互传输与查看 另外 电子邮件也是被法律认可的communication 具有一定的契约作用 凡是重要的信息沟通 特别是需要确认和否认的问题 必须通过email 而电子邮件的缺点呢 也比较的明显 就是效率低下 低效的回复 来回震荡 事物巨蟹的群发 超送等等问题 再加上 如今商业化的发展还时不时的会收到一些广告和垃圾邮件 而反观及时通讯工具具有及时性 随意性 沟通便利 通知方便 团队的协同性较强 能快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还可以发送语音等等 但是呢 劣势也很明显 就是办公司路极其容易被消息提示所打断 各种乱七八糟的群充斥着你的聊天对话框 是不是还得看别人发表情报和听十几秒的语音 领导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随时公布在群里 我们也只能回复收到 而且呢 溯源性也比较差 要查找之前的聊天记录还得翻找半天 还有就是涉及到扯皮的相关 混乱的聊天记录 想要整理成有效的证据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最令大家排斥的一点 莫过于很多社交软件的已读功能 大家懂得都懂 列举了这么多 好像邮件确实比及时通讯工具的优势更大一点 那么下面我也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不知道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兄是做什么工作 其实在咱们国家很多互联网的大厂将一些国企 央企甚至政府机关单位沟通重要事情的时候都会使用电子邮件 像我们自媒体创作者也会查看邮件的投稿内容 现如今邮件已经不像十年前的邮箱一样 以Gmail为例 其实它的功能也已经非常的强大 有方便的代办分类功能和标签化处理功能 能让工作更加的细致高效 还有一键回复功能也能其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还有就是自身的搜索功能 能通过日期、标题、title甚至内容搜索到过去的所有邮件 但是我相信大家日常办公还是会用到即时通讯工具更多一点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微信先送到电脑上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在我看来还是生活观念的一个差异 和咱们国家不同 西方其实更看重的是契约精神和个人的权利 在工作期间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保持沟通 通过电子邮件来推进一些重要的商务合作和项目的进程 但是到了下班时间 你给我发邮件 我是有权利选择不堪的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私人事件 西方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边界感这种东西 使用邮件也不会有人骚扰或者通过群聊添加你为好友这种打断人办公思路的行为 下了班之后再收到邮件也可以选择在第二天继续处理 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 那要是遇到特别紧急的事件 发邮件联系不到人该怎么办 兄弟是不是忘了还有种东西叫做电话 真要遇到特别紧急重大的事情可以选择直接打电话的呀 那么在西方人眼里即时通讯工具其实用的很少 他们眼里使用电子邮件其实和我们自己眼里使用企业微信一样 可以直接用电子邮件发起视频会议和通话 甚至购物点外卖等等 其实外国人也用即时通讯工具像Sleek和App等等 不过在他们眼里这些即时通讯工具就像电子邮件在我们眼里一样 评价呢普遍不好 而咱们国家却普遍没有这样的观念 咱们的工作场景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因为一个项目啊一个群结果你一言我一语半天商量不出什么来 少有的决定还都是一拍脑闻就写下来的 最后定向细则全在聊天记录里 像一些职机比较低的员工也只能盯着群料 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看 领导发了通知立刻会收到 而且像微信是公司混在一起的上下班部分 什么时候都要随时找到人 当然显得效率比较高了 而且估计很多人不知道社交软件的群发 其实是一种违法的骚扰行为 但是很多人依然意识不到这一点 更多的场景我也就不一一举例了 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相比于国外 国内的大城市大都普遍工作节奏比较快 公司为了夹杂产出 自然要利用好每一秒钟的时间 这里社交软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也相信大家从步入职场开始 就一直使用即时通讯工具 电子邮件用的也很少 也就逐渐习惯了即时通讯工具办公 像我一样 我的企业微信邮箱已经有几十封邮件了 但是我都没有打开 一些重要的消息群里就通知了 只是一些强迫症玩家 才会因为要清除掉消息通知 才会打开邮件去看一看 那么最后呢 我也想说 其实并非非要分出办公软件的好坏 电子邮件有电子邮件的优势 其实通讯工具也有它自身的优势 二者都具有在商业中不可替代的地方 那么即时通讯工具 可以说是应付时的工作方法 亦是在响应 而邮件是条理和创造式的工作方法 一般呢 会有反馈和思考 要是电邮 即时电话 其他事可以选择即时通讯软件 况且现在不管是即时通讯软件 还是电子邮件 二者都是在不断更新 不断的进化 不断拥有更高效的技能和应用 像企业微信也依旧拥有标签分类 和聊天记录溯源 更加方便的功能等等 一些正规的工作群 也不会有人一直发表情包 也不会有人唐突的吻在吗等等 总的来说工具无罪 特点不一 只能分类清晰的群 的确比老外的邮件 在即时通讯沟通上更加高效 但邮件垂直解决 分门别类 单一事件也有好处 很多打工人说自己的职场生活 没有幸福感 但我想说 在一线城市这种紧凑的节奏下 能够把工作和生活分清楚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职场哲学 遗憾的是 很多人还是被动的做不到这一点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 你更喜欢电子邮件 还是即时通讯软件呢 喜欢的话 也请大家给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